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千里馬 今天來到我們的直播現場呢 是我的媒體大前輩 那現任是張亞中辦公室主任 何啟勝 啟勝哥你好 前輩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不過啟勝哥 你是自帶流量是不是 因為我看到我們這個連結 我剛剛聽說的 是不是 現在已經什麼 暗戰將近500人了 所以你有動員 沒有 謝謝 謝謝 有動員 有安排 安裝 應該都是沾到張亞中總校長的光 客氣了客氣了這樣 好 所以我很有信心 就是今天的在線流量 我先謝謝大家了好不好 那有什麼任何的想說的話 都歡迎大家盡量留言 那在這邊我先謝謝 就在我們這個千里馬直播 要開始的時候 我們看到劉美惠 感謝你加入中天付費會員 非常謝謝你 好 那當然就是整個一個小時 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 有任何的意見都可以留言表達 對不對 我們就一起來討論在線上 那當然首先論文門這件事情 要上凱道是不是 過12月25號是耶誕節 耶誕節不管是張亞中老師 或者是彭P跨海岳洋 就是揪大家一起上凱道 追真相 討真相 那 剛剛 因為過一個很不一樣的 行線紀念日 是 對 行線紀念日 因為我們太久沒有紀念這個日子了 是 所以現場關於論文的部分 有一些什麼彩蛋 或是有可以劇透的地方嗎 可以 我覺得第一個是這樣子 這個是張亞中總校長 跟彭文正老師教授 一起合辦的一個活動 那可是因為大家都曉得 這個彭老師目前那個 在案通緝中 現在人在美國 那也很多人預測說 這個會不會當天活動的高潮 是這個彭P現身 我的臉啊 這個偷渡的管道就太厲害了 原則上不會啦 這個根本就不用去思考 但會透過一個月洋連線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他有一些所謂的彩蛋 就是說如果要跟過往的 政治人物比較起來 大概以韓國瑜的 是最為評價的 他是一瓶礦泉水一碗滷肉飯 張亞中連這都沒有 連這都沒有 張亞中沒有 所以說因此又要月洋連線 你我我們都是電視台出身的 知道月洋連線要有一個 大的屏幕對不對 對不起沒有 也沒有 沒有那個經費嘛 所以說不會有那個大的屏幕 可是為了要讓人參與呢 就這個連線放在 孫文學校的臉書粉絲團 官方粉絲團 大家在現場的 這個所有的好朋友 就在臉書上面這樣去觀看 對對對對對 當然你也可以覺得說 那我既然看手機 讓我在家看就好嘛 那完全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因為不一樣的地方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我們跟彭教授 聯名舉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們一起曾經也會商過 那麼彭老師當然是最早提出論文文 而且已經辛苦長達兩年 甚至於還有官司 對 將近三年了 對 好 官司纏身 那張校長不忍 那也覺得這件事情 危及到國家安全 於是呢就挺身力挺 所以呢彭P的這個說法說 現在呢有關於聲討論文 這個真相這件事情 已經進入到2.0版了 那麼先前呢是透過自媒體 以他來說他是一個自媒體 透過自媒體也好 或者網路的這個力量也好 因為現在這個普遍 大概按照董志森董哥的說法 有90%的電視台 都已經被民進黨收買 或收編嘛 對不對 那網路就是在中天 有論文門 對 有一個論文門頻道 大概也就只有中天 這個節目可以看到 可是因為論文門呢 它事關的是我們國家安全 它跟政黨它跟藍綠 還真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如同公投 但是說就是千萬不要去 又把它變操弄到說 什麼政黨對決 這真的是一個很無聊 就是把台灣的名字 而且論文這件事情 不是有沒有一翻兩瞪眼嗎 對對對 那所以我就覺得就是我們 而且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這個輕欲是何嘗的重大 那怎麼可能就是別人質疑你 而這件事情大概 可能一分鐘都用不到 30秒就可以澄清到水落石出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而卻有所不為 對 這個是讓人覺得最差異的 所以才有人認為說 這個論文是假的 這件事情已經是常識了 因為它已經有違 我們的一些判斷了 正常人的判斷了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所以所謂2.0第一版就是用網路 自媒體這樣 那2.0進入到2.0 就是要開始發動群眾運動了 用群眾的力量 然後讓當政者能夠了解到說 他個人論文不只是個人的問題 絕對不是個人的事情 那是國家的事情 那怎麼說是國家事情 這很清楚的 就是說我也很想要請教我們網路上投的好朋友 你覺得因為它是英國倫敦學院 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 所以當政經學院說沒有口試資料的時候 他又推到說要要倫敦大學 它的關鍵是在這邊 像說所有的網路上的好朋友都能夠了解 好的 那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這件事情那既然是發生在英國 英國的情治單位知不知道 那美國的情治單位知不知道 如果美國的情治單位 英國的情治單位 或是全球的 為了要掌握台灣情資的這些情治單位 如果知道的話 它有沒有可能拿來勒索台灣 有沒有可能威脅台灣 所以你說這上升到國安問題 所以這就是張亞中總校長實時在講的 這還不是只有總統個人親遇問題 當然不是的 不是只有名遇問題 那好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 如果說當我們的國家的總統 被外國勢力威脅的時候 那賠上的是我們的身家性命 當然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很難避免去懷疑說 為什麼要去跟美國買那種 這種淘汰的軍事裝備呢 那為什麼又要逼著台灣人去吃萊豬呢 那逼著台灣人去吃萊豬無所謂 真的吃吧 大家就吃吧 重點是還要用我們自己的手來決定說 我們是自己要去吃萊豬的 不是總統逼迫我們吃萊豬 這才是他高明的騙數所在啊 所以這個就是讓民眾 受不了的地方是在這邊 就是你要強迫大家吃萊豬 那我們也就認了吧 誰叫我們這個投票選出這樣的總統嗎 因為民意是這樣嘛 對不對 那還不止於此 還要用我們自己的手去蓋下那個說 我們自願吃萊豬的章 你有什麼辦法公投民意也是這樣 對 這是台灣老百姓自己決定要吃萊豬的 跟我沒有關係 所以如果當一國的總統 他因為個人的缺陷 而被國外的勢力掌握住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台灣就會被其他的國際間 於取於求 這個才是今天論文的重點 對 於是既然試涉嚴重 對 國家的元首就更有義務要站出來 要很迅速的去把這個論文去做澄清嘛 好 這是第一個我們來看待論文 第二點我們來看待論文 就是說如果一個這麼簡單 因為在台灣博士不是只有蔡英文啊 只有1.5個博士是只有蔡英文 對 這個很蠻特別的 那其他很多人都擁有博士 甚至於像張亞中總教授他有兩個博士 所以是有博士的 所以如果你去質疑任何一個 有博士學位的人說 你的博士論文是假的 甚至你都沒有經過口試 然後而且沒有這份論文 世界上沒這份論文 但是你卻擁有博士學位的證書的話 你一定有辦法 在一分鐘不到的時間之內 拿出證明 然後打臉所有質疑你的人 對 蔡英文沒有啊 他是告了彭老師加重誹謗嘛 對 而且告了之後我們看到就是 從彭老師申請要檢調查證據 結果他說這個承辦檢察官 他只願意調查對蔡英文有利的證據 換句話說他只採取或是採信 蔡英文一方的說起 不過我知道最早那個檢察官 黃偉涵已經調澎湖主任檢察官 升官了 升官了對不對 政治正確嘛 因為他做得很好 對 所以我要說說這場 你說論文門追追追追 其實這就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啊 對 所以為什麼說這個 除承辦的檢察官升官呢 升官 因為他一定要升官 他給後續接案的檢察官 一個很好的典範 他是仕途之路 你就照著走就對了 所以你這個彭P的案子 該怎麼辦啊 大家心裡有數 大家心裡有數 對 那好 那再講回到說 那那天還會有什麼樣的彩蛋 就是如果說 蔡英文總統是真的拿著這個論文 來細刷我們 我相信 我寧願相信 他應該是有一個說不出的苦衷啦 苦衷 所以他才不說嘛 那一定是不能說出來嘛 那個不能說就叫做苦衷啊 那苦衷 或是要等到93歲之後 才讓大家知道才能說 對對對 我們照算說 因為那個他到政大應聘的 要封存30年 好 那一定有 那至於我們要不要體諒 那是民眾的事情 民眾的事情 那我們要講說 所以呢 我就認為說 他就在細耍台灣人民 因此我們那天 應該會有一個也會 細耍國家元首好像也不是很好聽 就是說我們也會有一種 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的一些相關的做法 至少25號下午2點 在凱達格蘭大道 來深討蔡英文論文真相的 這個群眾的運動 我們所發佈的新聞稿 會用世界各國主要國家的語言 包括什麼 因為大家曉得嘛 張亞中總校長 他是外交官出身的 他有很多外交官訓練所的 這些好朋友 他們都精通西班牙文 法文 對不對 那日文更不要說 韓文 我們鄰近的東南亞國家 這些的語言 我們大概都會翻譯出幾種版本 然後呢 希望他們透過 他們自己身邊的好朋友 或者他們的社經地位 比較高的話 可以透過國會議員 然後呢 讓他們也都能夠了解 台灣目前民眾正飽受著 這樣的一個威脅當中 就是以總統論文的真假 而使得民眾國家安危 受到影響 我們是面臨這樣的一個威脅 也要讓全球都能夠了解 台灣的處境 一方面也就是一種 發出聲援的訊號吧 對 希望全球都能夠來關切 因為這個是在世界上 絕無僅有的啦 在民主先進的國家 大家個人的品德操守 只要有這麼一丁點的這種瑕疵 在日本哪怕是貪污 不管金額大小 大概嚴重的 都自己就去處理掉了 自己就結束自己的生命了 那更何況 其他更知識體大 像這樣的一個論文的真假 因為如果他拿 他說他是一個博士論文 可是他在一個私人企業工作 我覺得就都無所謂 他因為這樣子而獲得了教職 而且是國立大學的教職 其實他形同於準公務人員 那接下來呢 他又在政府裡頭認識 都跟他的學位投不了關係 於是 如果真的是假的話 哇 這三十幾年 在植癌當中的歷程 那真的是 真的是就是一個詐騙分子 事態嚴重啦 所以我們看到一樣嘛 這前元首 我們前總統陳水扁 問他說 你怎麼看論文門 因為他前天上節目嘛 那他就想說 用膝蓋想啊 用膝蓋想 他說如果有機會 寫博士論文 拿到博士學位的話 這是何等光宗耀祖的事情 有的話當然就拿出來了啊 二話不說啊 那他說如果拿不出來的話 可能是因為丟掉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 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那當然這個事情 阿扁好像又點到為止 又說得也保守 但是因為呢 之前董之神董哥 有透露說 他聽到消息 好像蔡英文政府呢 目前有一個標案委託案 是關於特赦阿扁的部分 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 所以千惠 我後來要上這個節目 我還去回看過去 我在這個什麼大爆掛裡頭 所講的 那時候我們討論到 陳水扁的時候 我有預言喔 說喔這個陳水扁 準備要爆大了 因為為了自己的特色嘛 他就會把那個料握在手上 去做一個交換條件 後來阿扁好像又縮回去了 縮回去了 對 他說本來有一個黃姓的 誰要去國外 已故的資策會副執行長 幫他喬 喬結尾嘛 後來他就說 這是也是聽來的 而且他說轉了好幾手的傳聞 對 可是呢 他今天又用膝蓋 對 他說真的用膝蓋想 意思就是說 所以我還是相信啦 陳水扁作為一個國家元首 他什麼AB檔案他沒看過啊 雖然他自己口口中說 我也沒讀過博士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樣啦 什麼的 可是他又用膝蓋想 感覺就是 陳水扁的策略 一進一退 一進一退 像跳探狗一樣 看你蔡英文如果對我好 我可以退一點喔 那如果你還不失掌勁 我就可能是近一點喔 就是希望維護他自己 未來的這個利益啦 所謂的利益就是這個特色 對啦 可是他那一句用膝蓋想 是不是也點出了 就是你蔡英文論文的不合理 對 但這句話還有共鳴 對 因為很多的民眾也是 在目前 在所有已知情況之下 仍然還在用膝蓋想 那個論文是假的 所以我剛才說 論文是假的這件事情 目前在台灣社會 形成是一種很普遍的嘗試 嘗試 這 就是違逆人性的 他就不是常識 你知道吧 我們人不應該是這樣子啊 那你這樣子 那顯然是假的 我們通常是很直觀的 是用這樣子 所以說除非他拿出證明嘛 他又迟迟不拿出 所以我就說 這是一種拿著國家安全 再細爪台灣人民的這個作為 我覺得這個作為 一個國家元首來說的話 其實是非常失格啦 那當然我們都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這樣一路看下來 不管是台灣或英國 兩邊當然都有在追 可是你就會覺得怪事連連喔 你知道我們要列舉出 這個論文門十大怪談 絕對有辦法嘛 譬如說LSE直接說 什麼沒有口試委員口試報告 甚至連指導教授都沒有 那當然很多人喜歡酸他說 你同班同學也沒有嘛 因為到目前為止 感覺沒有人酸啊 講什麼話啦 對 那甚至在什麼證書上 也都沒有雙簽名 沒有院長 沒有校長的簽名 那或是 怎麼一天到晚都搞丟啊 還補發兩次 那還有更何況到政大申請教職 所填的這個跟論文題目不合 這總統都太詭異了 但我要說的是 就是追到現在 我們怎麼追追來追去 都是間接證據 也就是說沒有一個直接證據 再加上如果不管是 倫敦大學也好 或是LSE政經學院也罷 只要沒有人出來否認 鄭小英的學位 這事情就永遠不會有突破 所以這個是一個 千惠點到很可能的未來發展 也就是一直到他下台 然後呢 仍然我們大家還是搞不太清楚 或者是說 只能等政黨輪替 也就是他離開了這個總統的職務 然後呢才可能 因為他現在在位上的話 他就只有內亂外患 很可能會不會去做這個判刑 或者甚至被審判 可是卸任了以後 就可能會不會繼續追問 那所以我覺得 卸任了之後 如果還是民進黨執政的 那我覺得中國國民黨 其實在這個時候 可以嚴厲的先下一個 這個預先的預告 所以預是言字編 在一個那個預告 什麼預告呢 也就是說 如果蔡英文論文是假的 我們一定追到他下台以後為止 然後只要有生之年都會追 只要追出來是假的 跟論文相關的所有人 包括政大的這一幫 這一幫人 都要接受國家的制裁 甚至於不排除 如果說還有什麼這些獎勵 功勳該追回都要追回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是詐騙的這個共犯結構 對啊 所以說 因此就是要控制這些人 那另外呢 大家也不要忘記 當時張亞中總校長 在競選國民黨黨主席的時候 也曾經重金 然後呢要去獎勵 那個共出 至少在這個環節當中 參與者 他只要能夠共出 這有關於論文相關的 這些問題的時候 或者是蔡英文等等 坐姦犯科等等的這些問題 者都予以重賞 都是千萬獎金的重賞 千萬不要忘記 我覺得作為中國國民黨 作為一個監督執政黨的 一個在野黨 都應該要做出這樣的一個宣示 我覺得一方面才能夠換得 民眾對於在野監督的信任 信賴 對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個論文門這件事情 其實就我個人來看 我是不是太意外 為什麼不是太意外呢 就是說你可以從論文 公投或者民黨執政 這五年六年來 他們所做的所有的一切 它就是一個詐騙集團 你比如說我們就講回 你對論文不意外 是說是真假這件事 還是說這個事情查不出來 你會有這種反應 跟你會有這種做法 完全不意外 而且我會告訴我自己 要往詐騙 或者是往虛假的方向來導引 是因為你們的作為 就是民進黨今天政府的作為 讓我們民眾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直觀的感覺 對你執政不信任 對對對 就是往虛假去導引 那為什麼 要比說明明反萊豬 我們公投一直寫的反萊豬 他就要說反美豬 我們明明說要搬遷三階 他明明說是要 要這個所謂的禁決 或者是阻止三階 都不是這樣子 你總統的臉書 你自己還可以發這樣東西 所以我想要用一句話 來作為我們現在這個小片段 我個人的一個結論 當然你要問 當然可以繼續問下去 就是說 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 他們也知道他們在說謊 他們也知道 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 但是呢 我們知道他們知道 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 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這話誰說的 所忍彌行講的 這是不是真正就反映了 民進黨現在在作為 他知道我們都知道 他在說謊 那他們自己也知道 他們自己在說謊 對不對 然後他們也知道 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 那我們也知道 他們知道 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 但他們還在說謊 可是這事情呢 最後一個啦 最後一個問題 就我剛剛丟出來的 會不會沒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我的意思就是說 國民黨你再怎麼追 你追追追到天涯海角吧 倫敦大學LS1 所以他不出來否認 他學會給了就是給了嗎 你繞不過去嗎 為什麼會有千惠所推的這個結論 4月民進黨現在在台灣社會 掌握了兩大力氣 一個就司法 一個就媒體 對不對 所以媒體不討論 然後媒體花了一百 兩個多月來花了一百七十五場 在討論言寬和你就知道 今天在台灣的這個所謂的 有牌電視台 在電視上播出的電視台 那他們有大概有幾成是被民進黨收買 這個答案就非常清楚 對不對 所以說不會有答案 至少在位的時候不會有答案 因為他掌握了司法 掌握了媒體 司法剛才講的 你只要按照承辦檢察官 處理彭文正案 對不對 只查對蔡英文有利的證據 彭文正所提供證據 都不往下追查的這個結果 而他又還升官了 他就做給了其他接任的檢察官 你們就看著辦 所以這也是悲觀的地方 就在這邊 由不得樂觀 我們沒有一絲樂觀 所以說群眾運動的目的 其實某種程度就是一種壓力 但是我覺得他也悲哀 為什麼悲哀呢 也就是說今天的在野黨 沒有形成堅強的監督的力量 才死的 迫使的民眾要走上街頭 這就是一種官逼民 只好訴諸人民 對 官逼民反 好了 那這個跟公投一樣 其實公投也是一種悲哀 我們在家放假 禮拜六 禮拜天放假 放得好好就好了嘛 還要為了這個事情要出來 要去蓋公投投一票 那就代表我們的代議政治失靈了嘛 在野黨也沒監督 不然你在國會就應該幫我們擋一下 你躺平在裡面 就算被坦克車壓死 你都敵死不退 你這才是在野黨的精神嘛 所以說今天的在野黨要檢討 今天所有在立法院的 在野的立法委員 自己本身要檢討 你要先出來跟民眾鞠躬道歉 是你失職 失責 才淪落到由我們老百姓 來去做公民的這個行使 或者還有一種就是 民眾是對現在執政的朝野兩黨 朝野兩黨都不滿意 民眾自發的民眾來採取 所以我就說這個公投 這次這是荒腔走板 可是我跟你說 這公投結果 確實給蔡英文政府 當了一個強而有力的靠山了 是不是 我個人不這樣看 你不這樣看喔 對對對 我也剛好有這個機會 跟所有網路上的好朋友 來分享一下 我怎麼看這個問題 這一次的這個公民投票的 有投票權行使的 1902萬人 那如果按照過往的民調 還有一些媒體 以及朝野自己本身的 一個計算方式 我算給你聽 民進黨大概佔百分之二十八 28% 國民黨佔百分之十八 1902萬去除以二十八的話 我算了一下是五百五十萬 五百五十萬 那國民黨呢是三百五十萬 三百五十六萬 三百五十六萬 三百五十萬 差不多 那你有沒有發覺 如果說按照投票的結果 國民黨的始終的支持者 全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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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嘛18%嘛 都出來了 那民進黨沒有 民進黨少了一百萬 民進黨少了一百萬 好 那如果按照民進黨 或者是蔡英文所說的 臺灣隊的話 臺灣隊現在目前只剩下 四百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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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萬什麼概念呢 就817裡面一半不見了 好 所以我們就撇開那些 客觀中立的 中間選民 中性選民 中性選民 他們本來就對朝野失望 所以他這次也沒出來嘛 對不對 那由此來看的話 是連民進黨的堅定的支持者 臺灣隊都有 臘隊一百萬人 對 一百萬人不是小數目 一百萬人不是小數目 所以如果說是 臘隊一百萬 從八百多萬到 攔腰砍一半的話 這個民進黨在2022年的 縣市長選舉啊 要小心啊 好 所以我可不可以 沒有辦法像民進黨 現在看起來這麼秤心如意啊 所以這可以解釋說 難怪小英急了 你急啊 急著現在要 你知道 升格第七都 第七都 大新竹合併 所以是急 而不是傲慢的結果 不是因為公投贏了以後 傲慢的結果 趕快把新竹合併 我個人是這麼覺得了 我個人是覺得嚇到了 所以說 才一秒鐘不等待的 第二天 隔天就把這些派系 趕緊寫來聊天 不能輸 不能輸 那可是他也下軍令了 可是這個事情 在民進黨內炸鍋耶 因為很多雜音啊 對 這個對民進黨的2022 更是一個威脅 就是民進黨就是嫌票多啦 嫌票多 才會這樣 所以你看公投他亂搞 老百姓真不是白癡啊 在台灣 等一下 嫌票多 可是他就是為了林志堅的票啊 你知道啊 就是你看 足足病 唯獨苗栗不病 他怎麼不足足苗呢 因為是不是苗栗的 這個選民結構的關係 苗栗一病進來 林志堅輸了嘛 就是啊 你剛才講那個 說這個民進黨 民進黨就經常幹了一個 就是這個搶下了菜飯 然後呢 失去的江山 那不是這樣 因小失大 對啊 所以說他可能保住了林志堅 我相信啊 他可以保住 而且這個案子會過啊 對不對 以他那個中央政府總預算 都直接 直接給硬幹耶 對都這樣子可以硬幹了 然後我也不知道 那些太陽花到去哪裡 我也在講 還是太陽花長大 沒有長大了 長大了是不是 長大了 知道社會 不充力願了 知道社會的現實了 然後理想性被消滅了 不充了 那新一代的呢 這些朋友們呢 可能又不及太陽花這麼衝動 或者是現在的小朋友呢 又比太陽花聰明呢 所以我跟你講 永遠不要對年輕人失望 真的 因為我自己在學校教書嘛 所以我總是覺得說 新一代他們的視野 還有他們從小去接觸到這種3C 3C不是壞事 當然當然 對 所以說 你這個年紀所知道的事情 等到他們到你這個年紀 知道的比你超過十倍以上 的確 相信吧 相信 那所以呢 現在的年輕人 跟太陽花來比的話 又比太陽花明智喔 明智 所以說 他們看得懂 蔡英文在玩什麼 於是呢 即便公投讓18歲以上的人 就有這個投票錢 年輕人選票也沒出來啊 沒有出來 為什麼 他們看得懂 好不好 別再騙了 我覺得 所以呢 每況愈下 民黨他越著急了 他就每況愈下 他現在才藍腰砍一半 他還有400 沒關係 他還會藍腰再砍一半 剩200 因為你剛剛先講說 你說林志堅 會不會最後就贏了林志堅 然後輸掉了其他地方 更慘 那我先不要講2022好了 我覺得萬一這個東西一出來 現在黨內炸鍋了 他會不會首當其衝的 譬如說 還有社會觀感 1月9號的中俄補選 以及林長佐罷免案 會不會受到一些衝擊 都會有連帶的影響 我覺得這種就是一貫霸掌嘛 也就是說 即便是中俄這個區域性的選舉 但是實在是因為各電視台 已經把它變成是一個全國訓 好像在選總統一樣 好像這個眼鏡裡面 也沒別的政治議題 就是袁寬衡 我覺得袁寬衡 在這次也是賺很大啦 賺到全國知名度啊 我覺得賺很大 當然這是講笑話 那我要說的是 當初1月9號能夠把林長佐的罷免 跟這個中俄的補選綁在一起 無非又是希望公投這個顧忌能夠重施 他希望又能夠操弄成為政黨對決 當政黨對決的時候呢 大家就開始不去考慮到 你這個千惠的人品如何 那起勝人品如何 那千惠好 我的票投千惠 已經不是這種思考了 而是就聽號令 看旗號 那旗號說 千惠 大家就把錢投 票都投到千惠裡面 這就是政黨操弄的一個 最愚民的這種做法 而且如果是政黨對決 以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基本盤 民黨其實綠大於藍一點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當然 對他們是有利的嘛 對不對 他們常常想導向政黨對決 對 可是問題是 到時候公演 無法得逞 又上演了 你怎麼知道呢 對不對 還有就是 也許我們的中間選民 他也袖手旁觀 如果你這邊一調 攔搖砍一半的話 國民黨還是有機會 所以說不可以掉以輕輕輕 然後還有就是 步子要踩得穩 我覺得還有就是策略 我覺得像中俄 你很難擺脫 擺脫這種所謂的 政黨對決的操弄 就以民黨操弄來說的話 可是我還是要說 那嚴加長期在台中的這種 地方經營 我自己的舊子就是住在台中啊 然後他連那個 那個顏青標的爸爸 他都見過的人 你看連他 這三代都在做服務的工作 很 跟地方扎根 確實是很深的 我覺得還是最後 取決於選民了 但是就是 大家也要看到這個情勢 其實就是一個千惟剛剛提到一個 叫做不對稱的這個戰爭 對 顏寬恆何嘗不是 對不對 一個洗結金是不是 是 成本16 對 還有這個網路店家 能夠配合 哇靠 這檢調一查起來 就變到40了 40了 天啊 我覺得台灣 你說布線布的又深又廣 是不是 已經到了各行各業 你看 連網路商家都可以配合 每年調價 你看 所以你說那些什麼 本來二十幾塊的網路標價在這裡嘛 你可以截圖嘛 對不對 所以你說那些什麼網紅插畫家 又怎麼樣 對不對 太容易了去打通了 對 那我們回到講這個 第七都大新竹合併的部分 那當然 蔡英文下軍令 他有提出了三點理由啦 那三點理由當然被打臉啊 說完全沒有說服力 完全沒有說服力 而且這個林佐水 他們自己擋那大佬 就是猛酸嘛 他就說 好啦 反正呢 就窮現 你就任命吧 只會更窮嘛 對不對 那可是 這個部分 蔡英文也有講啊 說那其他 他要做到縣市平權 其他縣市 如果一時 沒有辦法那麼快跟上的話 他可以多給補助啊 反正我整個聽起來 我都覺得 你整個這個 升格直轄式的 都是好像 國土規劃 你再玩伴家家酒啊 對民進黨而言 應該是不缺論述 他如果要做什麼呢 他一定都會 有背後的一套說法 這個你不用去擔心他 但是我覺得 可是他那些論述 很容易被戳破 兩句話就戳破了 看破手腳啊 那千惠我們要 如果樂觀一點來看待 是誰戳破他的 很多網友 那網友呢 通常呢年紀 大概在四十歲以下了 對啦 那這對台灣 是一個很可喜的事情 也就是大家都看懂了嘛 慢慢慢慢就看懂了嘛 這件事情 事實上呢 從今年的六月就開始了 對 那六月一直 六月是林志堅 最早跳出來提議的 然後延燒到九月 然後一直延燒到今天 那當時六月提出來了以後呢 鄭文燦就帶著林志堅 到處的在桃園露臉 後來桃園的民意 不接受這樣的一個空降 此其一 第二個是不接受 這樣的一個指定 代班人的這種做法 此其二 所以在桃園就不通了 此路不通 此路不通 到九月的時候 才提出來這件事情 然後呢他說 因為是我提出來的 所以他當然不讓 那所以說 就是民主黨內 就沒有人敢跟他吵了 當時 這是這個事情的 整個的延續 是這樣子 當時提出的時候 當然還是有引起一些爭議 或怎麼樣 那可能因為還要公投嘛 所以民主黨呢 是不是也想說 暗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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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看公投的結果 對 那暗下不表呢 這邊有關於違法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 所有網路上方員 一定要知道 地方制度法已經明定了 就是直轄市要人口 120萬了 現在目前 125萬 那 彰化已經達標了 對 那然後呢 可是新竹縣市加起來 是102萬 對 都沒有達到 可是為了林志堅 修法 他要準備修法了 要把它這樣 要改為100萬了 所以 因為他只要改一個字就好嘛 且改成貨嘛 所以換句話說 你那個人口沒有達標 已經不是必要條件了 對 那也換句話說 那全台每個縣市 你要升格都可以啊 很多啊 那以華東要不要搞 至少基隆先併台北 對 那也不要新北 南投我也可以說自己升格 因為我有阿里山嘛 對 所以 我覺得以華東也併一併好了啦 大家就神 神 全台灣都是直轄市了嘛 所以我覺得 很荒謬嗎 這個不能因人設事啊 而且 而且 在2022年發生這樣的 2022選舉前發生這樣的事情 對民進黨是真的是 你真的覺得 一般觀眾看得懂是不是啊 我就看得懂 我就看得懂 只要 你馬千惠願意大聲急呼的話 多討論幾回大家看得懂 我知道在聊天室裡面 大家都看得懂啦 大家都看得懂啦 對啦 因為這個就是有脈絡嘛 我們剛才就是 把很初步的脈絡 就講給大家聽 他本來任期到了 那他也沒有想過 要去動 對 這個地方制度法 然後他就乖乖的想說 那我就到桃園來接個班 那桃園人不接受 所以說 剛剛您說的此路不通 所以他再去想別的辦法 乾脆就來合併好了 那如果 這是一個經過長遠的思考 然後有聽取過 新竹縣市民眾的意見的話 而且他在新竹做七年 你這七年怎麼都沒有提出來啊 這就是很多人質疑的 你為什麼早沒有提出來呢 你為什麼要到桃園 跟此路不通的之後再來提 那你自新竹人民於何故呢 對 對不對 你這還是你真的口口聲聲說的 這個所謂你是為了這個 新竹的發展嗎 長遠的發展嗎 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續命吧 顯然不是 對吧 就是為了個人 政治生命而言嘛 對不對 其他你講的那些 包括財務的狀況什麼 通通都不通啦 說什麼哎呀你的這個稅收 送上繳中央1900億 然後你自己才拿到100億 那你有沒有想過你自有財源 有多少 你警主市高達75%哎 對啊你這是全國 直轄市都沒有你 有這麼高比例的自有財源了 你還需要跟中央拿錢嗎 對不對 所以財源也不是問題 那你自己說是個什麼生活圈 那就剛剛千惠說的 那你為什麼不併苗栗呢 對啊 還不是因為你算過 會選輸啊 苗栗的政治版圖 就是藍大利利 如果說藍 你知道在苗栗已經長達15年 沒有一個迷糧的縣長了 是啊 對不對 所以說他怎麼還敢 把苗栗併進來咧 那會輸啊 會壞的這個局啊 所以他只敢併新竹啊 你道理就這麼簡單嘛 而且你的1900多億上繳中央 那不是來自於40年前 新竹園區開例啊 所以你乾脆你不要去動到 也不要去因人設事 破壞了這個地方制度 還有你剛剛說的這個 國土規劃 你真正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乾脆就叫做新竹園區特區 對 對不對 新竹科學園區特區 對 然後呢另外呢 武豐啊 剛剛還有講那個堅實 像這些 就原住民自治區 你把它劃分起來 我覺得這種還能夠讓你民進黨 獲得比較多的票 你去動到那個新竹 不是我相信民進黨可以繼續去擔任 其實我坦白說了 對於那種選制的改革以後啊 讓任期屆滿人 能夠再繼續去連任了 這東西在政治學理上面是不通的啦 為什麼政治要有任期 為什麼不得連選得連任 或者連選得連任一次 只能做一次 就是擔心你成為地方的諸侯嘛 然後呢成為山寨主嘛 所以才有這個制度的設計嘛 可是你看那個從李登輝 李登輝就是作惡多端的 這個始作俑者啊 他把總統的選制一改變 變成公民直選以後 他就繼續在 所以他可以幹十幾年啊 十二年啊 所以我才說 蔡英文總統修什麼地制法 地方制度法 那個根本就是改為地制啊 要當皇帝了嘛 皇帝的地啊 沒有錯 這比較快啦 因為立法院他也這樣搞嘛 所以這個才讓人家覺得 非常無言啦 民主我們走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而且還能夠有這麼多的支持者 這才真是無言啦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那這個政府當然是無恥到了極點 可是在野 尤其身為最大在野黨國民黨 是不是也無能到了極點 我必須這樣講 一開場我就在檢討中國國民黨啊 因為我覺得他的監督失能了嘛 你國會的這個行使 立委行使這個審議權 你完全被閹割嘛 對不對 那這一次呢 你說這個足足合併 然後升格為直下市 你不能擋嗎 我那意思 你看那個預算 你那個預算這樣子闖關 如果在野黨 民黨以前也有這麼少數的人 你看人家是怎麼闖 人家會 對 那不把立法院掀了才怪 對不對 他給你長期抗戰 每天就給你搞 可是國民黨就這樣子 束手就勤坐以待斃 所以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對啊 支持國民黨 對 他一定有讓人覺得很恨 有多少 不要說是藍軍 有多少的中華民國派 看國民黨就是一種恨鐵不成鋼 所以於是呢 張亞中總校長 他即便他已經 黨主席選舉他落敗 可是公投他也參與 黨員的號召入黨 他也積極的用自己的力量 租了七部車全省這樣子巡迴 然後呢接下來呢 這個聲討論文他也要 像這個立法院這樣的事情呢 我相信他也會盡他自己的 一份的力量 然後未來還有包括 市議員的這些選舉 那他也會去幫一些 包括像我自己所瞭解的 有一些比較藍營的 比如說這個雙河地區啦 新北的雙河地區啦 這邊的士林北投 北投像復興崗啊 那個地方的 那些的市議員的好朋友 他都會去幫忙他們站臺啦 希望散盡自己一己力量 他是沒有錢 連那個大屏幕都租不起的 都沒 對 對 他就有事 他都在這裏 野亞人 I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